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姿,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来到了丙溪这里来吃柳州螺蛳粉 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小萝卜卖的是柳州螺蛳粉 鲜美的汤头是至胜关键 在台北有许多家分店 这家位于鼎溪站,交通十分便利 螺蛳粉味道要酸、呛、辣才是道地滋味 浓郁的猪骨、螺肉汤头加上酸笋、酸豆 形成一股让人销魂的酸香味道 跟着柳州的酒店,我本身有点滋味 上海的汤头的桑锅 继续是3号桌,好呢 今天是点一个水分流金螺蛳粉 请问您这酸辣度要什么帮您做 小辣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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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可以吗 好的,你剛剛想說都不用了 不用了 這邊是228元收零錢 你才是不用了 收零錢,謝謝 覺得囉 一定有記錄十分鐘三少啦 算了,最後都可以再跟我們說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斯粉的焦头十分多样 我今天点的是牛筋罗斯粉 牛筋软烂鲜滑 入口即化 十分好吃 中国南方缺小麦 面粉不易得 想吃面条 就用米磨成浆来代替 倒米制成的面条 通称米粉或是米线 好吃的米线 弹滑爽口 和面条口感完全不同 云贵高原上的传统手艺 将米线带到最高境界 中文字幕是 much所应通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这几天下着暴雨 一天比一天热 现在疫情虽然混乱 全球许多国家已经逐步解禁 泰国在7月1日起全面解封 旅游的好日子回来了 目前染疫如同感冒 休息两周也就痊愈 因为症状十分轻微 很多阳性患者照常上班 防不胜防 尤其是服务业群众 简直就是天女散花 台湾通报人数逐渐降低 这场瘟疫好像真的要结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